Hey, 大家好, 我是 Peter 今天我來到這個我住的城市 Bissusaka 新開的一間餐廳 九不里, 吃午餐 就是這間九不里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它有的餐牌 是那些So QR Code 最怕So QR Code 給你看看就是這些 九不里應該是包最出名的 新開的, 開了沒幾天 我想這個應該就是九不里集團的分店 在多倫多, 丹灘都有一間 即是求人街, 跟著Scarpumaham 都好像有兩間三間 因為應該不可以用九不里的 應該是Fanchise集團 現在是1.50分 但是也有八成滿了 或者是因為新起 所以城市很少華人的餐廳開的 如果有新的一定會滿了 這個裝修都幾別 全部紅蕩蕩的 喜氣洋洋 挺有東方色彩 不是很大間 這裏以前就是我經常來吃的 那間叫頂頂香 的舊位置 我一共叫了四樣食物 不是很多 都是普通的小食物 試一下 一個就是包 一個就是小龍包 一個就是小炒 一個就是家常餅 其他很多食物都挺好吃的 不過下次再試 一會兒我打算去我 平時去香港越南舖 吃它的法式三文治 吃得很好吃 它麵包很脆 很多的越南舖 都是很硬的 但是它那間做得很脆 那它這間的裝修 都很骨子很漂亮 好像說紅當當 那它那些碗碟都很精緻 吃起來很舒服 很多吃起來 飲食的環境不錯的 那我見到其他 有台的那些人叫這道菜 做出來都不錯的 有一個人叫了我最喜歡吃的 龍打滾 唉 真是很美 下次試它吧 你看我們現在變成白 但是要帶來頂巾 因為呢 現在開始外面很冷 這一個月呢 我覺得很多 漁場去唱歌 一凍到頭蓉 就唱不到歌 所以一定呢 很好吃 這個呢 就是我們叫它的小炒肉 嗯 很香啊 很美好美 擦得很美 剛剛煎了它的小炒肉 擦得不錯 味道都OK 但是唯一問題呢 就是它的肉呢 不是那麼好 但是呢 炒得不太辣 那OK 上次我去一間吃果 哇 辣得我都吃不到的 這裏就是餐廳的正面口 日口 那外面就是這個黃金鑰匙 紅當當幾好的過年的氣氛 現在大部份都是年輕人來吃 夜晚才有些年紀大些人 這個呢 就是我叫的家常餅 家常餅 有些小炒肉餅 有些失望 我以為是那些 好像我們北方人 有些口口的 煎了去 那怎樣呢 這個呢 這個就是我叫的家常餅 素菜包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我叫的素菜包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天津呢 就是九不利的包 就是豬肉包 但是呢 嗯 我寧願試這個 因為我 看看 明天的朋友來吃過 先 因為豬肉要求很高 我剛剛吃了我的素菜 蒸包 非常好吃 皮又嫩 又有麵粉又香 菜又好美 Not bad Not bad 我可以介紹大家來吃的素 正式的九不利的豬肉包 我沒有試過 那既然這樣吃得這麼美 那是那個招牌 一定更加美 不過這個豬肉 我怕呢 如果做得不夠久 我不喜歡吃的 因為會生氣 所以我看到這個 煎餅 還有那個 小炒肉 還有這個 素菜包 素菜包 和煎餅 非常之好 70分以上 這個 小炒肉 因為硬 就算我用些薄來吃都不行 炒的味道挺好 我比它60分 因為豬肉硬 這個 這個叫做小籠包 不過在這間 沒有那個 我們一向吃的小籠包 薑醋 那個 我想說不定 本身味道夠 剛剛吃了 這個小籠包 穿得很千元 挺好吃 不過賣相就不太美 這個小籠包 不太美 但味道挺好 很美 終於吃完這個餐 這樣就 OK 最好就是那個 蒸碎菜包 很新鮮 很嫩 很香 包又軟 煎餅 很脆 小籠包 都OK 但是 問題是賣相 一包的樣子不美 最差就是小炒肉 因為小炒肉 肉很硬 很硬 但它已經切得很薄 一切得很薄 更薄 更硬 就有些問題 所以那個小炒肉 我給它五萬多 十分 如果你來這裡 你都可以試一下這個包 包就做得非常好 還有其他很多菜 因為今天我們會想來吃很多東西 因為遲些想去回我們 去開一家越南餐廳 吃它的白色三文字 還有三色冰 就留下我的頭 要慢慢試 每次來試不同的東西 但呢 環境就不錯 很舒服 因為很乾淨 裝修得很好 擺設都OK 吃得很舒服 希望你喜歡今天這個視頻 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 好 下次見 吃不完 就去旁邊 新開一間瓷器店 看看 就是來了這間九筆里 在Missisaka 新開了幾天 剛才吃的 那四樣東西 加上四十多元 因為新開 將給現金有15% 那就是35元 給了5元 就是40元 不是便宜的 但是OK的品質 除了一碟菜 不可以之外 小炒肉